欢迎收看本期的车文详谈 本期节目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台紧凑型轿车 来自于长安福特的福瑞斯 新款福瑞斯在5月刚刚进行了上市 外观部分改变的是比较大的 它换装了大哥福特斯列装版的装入后 但它相比较现款车型时尚了不少 看上去也要更加的年轻化 那在车身尺寸的部分上 相比较现款车型 长度是增加了46毫米 其他尺寸是没有变化的 内饰的改变同样很大 除了双联屏提升了科技感外 在做工用料方面也都有不小的提升 那动力方面 新车依旧搭载1.5升自然吸气三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122马力 那与之匹配的还将是6档手机一体变速箱 那全系共有4款车型 售价区间是9.08到11.68万元 日前丰田正式的发布了全新一代兰德库鲁泽车型 代号为LC300 那新车基于最新的TMJF平台打造 那即将换代的丰田坦图皮卡也将出自该平台 那外观的部分改变非常的特别 大量的横向线条的使用 让新车看上去更为霸气 那丰田呢 这一次更推出了三种不同的外观套件 供消费者来选择 那丰田的工程中希望全新车型的内饰能够紧跟潮流 那相比较上一代车型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那动力系统不算3.5升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特地取代了V8 最大功率415马力 风力有去650牛米 那国内的消费者可能要等到明年才能购买到这台全新车型 之前我们从领克官方微信公众号处了解 基于SPA架构打造的中大型SUV领克09将于6月19日在上海进行全球首秀 那外观方面领克09依旧保持了领克家族的设计 采用了经典的分体式大灯灯组 非常的具有辨识性 那车身的侧面来看 新车的整体尺寸更加的巨大 看起来呢也更方正敦式 车尾部分 新车的尾灯造型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辖城的造型更显得高级感 那动力方面 从之前获取到的信息来看 新车呢将搭载2.0T发动机在内的多种动力组合 那新车将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上市 并在眉山工厂投探 自然而为这种人都要求 再次获取到的声音